国民党明天招来征召总统候选人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今天也证实自己明天会来出席中常会 但是他强调说是因为明天有新北市立委候选人被提名 他是以这个新北市长身份来前往支持 而尽管现在呢征召的时间以及人选都还不明朗 电视全出呢 侯振营从四月中旬就开始来做布局 三大的竞选策略也曝光了 分别是防守新北 修补申兰以及接轨党务 一开口这声音不止虚弱听起来还有点骚瞎 表定征召的前一天侯友宜到五股视察 看上去很疲劳 是为隔天征召在做准备吗 因为他确定会出席五月十七号的中常会 今天有新北市的立委被提名 所以你当我会以新北市市长的身份 去支持我们党籍的立委 参加这一次在新北市的选举 毕谈征召说自己以新北市长的身份参加 尽管五月十七号要不要征召 现在又有许多变数 但未传侯振营早在四月中旬 就以三大竞选策略启动布局 防守新北 修补申兰 接轨党务 我常说不分你我 也不分主席 更不要分任何政法 大家一起吸水共同 努力面对 让我们国家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侯友宜备备战三方向 第一选择备职前选 弱化落跑的负面形象 市政部分靠副市长刘和然cover 第二布局败会退役上将雪丽农 四月中旬也低调向战斗兰发起人 赵绍康请义 挺后派要叫李乾隆 这个月更特别邀了 郝龙斌 费洪泰等身兰代表人物千叙 十七号当晚退警协会 袭开八十八桌造势 全都是拉拢战斗兰军警票的布局 最后一步熟悉党务系统 由党中央和挺后中常委带路 帮忙整合地方派系和传统组织 社会的稳定经济的蓬勃发展 多有赖我们要团结一致 让团结共好成为一股 我们稳定台湾的力量 受访全都扣着团结两个字 外传侯友宜等到征召后 也要拜访朱立伦 郭台铭 韩国瑜等党内要角寻求团结 国民党即将征召 总统人选侯正营的布局 也将一一扶上台面 继续朝天周库峰SN手组新被切封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